分手让人难过 幸运的是 彼此还能和平地退回到朋友的位置 将爱情转换为纯粹关心的友情 无关爱不爱 当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就祝你幸福吧 爱立一 恭喜你幸福了 我的幸福我自己盼 文爱游 十年后再见 他一组家庭 我截然一身 抢在他开口之前 我娓娓到处酝酿以九个心底话 我很感谢以前有你相伴的日子 我希望你现在过得很幸福 但是如果未来你和你老婆有任何的不愉快 都跟我无关 他顿了一下 开怀微笑 他说原本就觉得我们还能当朋友 我这一说 他更感觉自在 我知道很多情侣分手后无法再共处一世 能真诚祝福 到底是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彼此曾经真心相爱过 分手时虽有心痛和愿由 但毕竟是和平收场 没有第三者介入 只是当时年轻的爱恋 没有足够的智慧 共欲长辈的悍然干预 和远距沟通鸿沟的侵蚀 现在我们的关系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 他过得好 我不嫉妒 他过得差 我也不会幸灾乐祸 我们是不常联络 互相关心的老友 但彼此的喜怒哀乐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 紧紧的揪住对方 我们够成熟 知道幸福不必较量 结婚的未必比较幸福 单身的未必比较不幸 幸福是自己定义的 不必迎合谁的标准 更最重要的是 自己的幸福的靠自己打探 爱丽亚曾遇见奶就是幸福 愿以朋友身份陪住奶 文阳森涌 看住这张照片的笑脸 好熟悉又好陌生 我不知道我曾有这么开心的时候 是因为奶的出现 让我重拾了那份纯真的幸福 在奶的世界里 我可以肆意任性 甚至活出最真实的我自己 一年多的时间 让我们住进彼此的世界里 成为最亲的两个人 后来 男孩说 我们结婚吧 女孩说 等我完成学业 多么让人感动的对话啊 如今 奶要结婚了 望住窗外的娇阳 我曾以为奶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女人 以为未来 我们可以相依到老 可是 命运总是不按常理出台 新郎并不是我 看住你们的结婚照 我莫名的伤感 昨日还是我的女友 如今却是别人的老婆 还是谢谢奶 让我的人生有那么美丽的一年 不得不承认 是奶改变了我 当初 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奶已经找到了一生的伴侣 保留相处时的物件 不管是照片 影片 还是手札里的文字 记录爱情滋长的过程 都是回忆的纪念品 慢慢融进心底 缓缓晃开的是甜甜的味道 曾遇见奶 就是幸福 我终于明白 爱一个人的最好方式 是朋友爱丽三 恭喜你有新恋情 我的祝福留给自己 文海兰跟德国前男友分手时 我们答应彼此保持友谊关系 分隔两地的我们 持续在新年 一旦结获彼此生日时 户籍包裹于卡片问候 直到一年前 他用简讯告诉我 我已有新女友 咱们别再有任何联络吧 收到简讯时 只能说我脑筋 瞬间一片空白 又有股怒火冒出来 原来我对自己的了解太肤浅了 我质问自己 跟前男友维持这种社交上的和平 到底目的何在 还不是内心深处怀抱 注意思复合的希望 希望这个人能回心转意 希望自己还能感觉被爱 在有限的问候互动里 展现自己颇有胸怀 还能分享彼此生命的形象 一番检讨下 我清楚看到 人人平等 两人相爱与不爱的几率 在时间的流转下 都是平等的 爱的时候好好把握 把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 不爱的时候 也要像城市自然而然的情况 毕竟 两个人会走到分手 一定是当初的你和我 跟现在的你和我 有了无法跨越的距离差异 既然如此 茫茫人海 一定也有适合现在的我的人 什么挽回 复合 当好朋友的说辞 基本上是华人害怕冲突的文化制约下的产物 女性同胞 乃要相信 男人永远都会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不用乃的祝福 我们真正该做的 是把祝福留给自己 图乔安娜 带他去迺子 都会放在这里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